我做法律援助就是举手之劳 你先等我一下 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都及时跟我说 来了 我可爱的傻妹妹啊 她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你 这么漂亮的一个脸蛋 哪是只能做农村的卖惨妇女 你好像对公司的事情都很熟悉啊 那当然 这公司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你别看那个布安娜高高在上的 其实啊 都过气了 她去年还可以 是公司的顶梁柱 看现在啊 这风头都被萧普抢走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网红啊 就是个青春贩 去年还红的法子 今年不行喽 江河日下 那个 萧普他很红吗 那当然 那个是我老弟 我老弟啊 可厉害了 长得又帅 人又好 就是这个嘴有点贱 你俩是不是认识啊 我怎么听你喊他大变态 他就是个大变态 等有空你自己问他吧 哎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你俩还挺配的 我没有 对了 那个 可莱尔不是小天后吗 他为什么争不过萧普啊 我跟你说 你可别跟别人说 他在外面欠了好多赌债 行了 就这样吧 就 就这样啊 那咋着呢 宝贝儿 宝贝儿 当然有空了 好 摸 你是 你谁啊 我是腾东互联网科技公司集团总裁 的助理严肃 那个 请问 严老板 您是要投广告啊 还是要 带货呀 你们公司最近生意怎么样 哎呀 现在这个行业不景气呀 我们公司那是上有老下有小 但 那我们公司就收购你们股份吧 我们公司也是逆市上扬的公司 在我们市啊 也是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 老板 您想怎么收购啊 钱不是问题 价格随便开 这就难办了 我呢 只有公司一半的股份 这另一半呢 在我合伙人手里 这该怎么办呢 那我就收购你们那一半的股份好了 价格你来确定 公司的利益和分红 通通都不要 全部都归你好吧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具体是我和我的律师谈 老板 那 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们的要求就是 不息切代价 捧红脏兮兮 钱不够的话 随时来找我 抽一张吧 对了 不要问为什么 还有 不要跟任何人 暴露我们的身份 懂吗 你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你的鸡蛋 稍微有点大 下次改进 下次改进